003航母一夜失踪究竟去了哪 为何003建造场地要转移 有何意义 在6月份的第一周 有网友拍到在江南船厂里出现不可思议的一幕 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建造场地中 原本的003型航母分段突然之间消失了 只留下空空如也的遮蔽棚 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在建造现场失踪了 一时间让很多人疑惑 003航母究竟去哪了 而这个问题很快也有了答案 随后通过一张卫星图 我们可以发现003航母的建造现场似乎已经换了 新的建造场地距离原址大概在一两公里 相比于此前靠海港的船台 这次003航母新的建造场地要更靠离一些 上个月根据江南船厂的消息 该船厂首座自制大型服饰作业装置顺利出屋 并将在9月份投入使用 很多人判断这个服船屋是为003航母准备的 为将航母分段运到船台进行组装 不过现在还是6月份 距离9月份上船台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这次003航母为何要乾坤大挪移呢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一次建造的003航母 或许的确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在003航母建造之初 最显眼的一个标志莫过于巨大的遮壁棚 为何我们的003航母 在这么一个巨大的遮壁棚里进行建造呢 其答案肯定就是为了保密 随着003航母建造进度洗人 分段船身越来越大 遮壁棚也遮挡不住 而这座航母的建造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有句话叫做 能让你看到的肯定也不是什么机密了 对于003航母的存在而言 早就不是秘密 但是003航母身上依旧有着很多的谜团等待解答 比如说003航母是不是直通甲板 会不会安装电磁弹射装置 吨位大小到底有多少 以及究竟是采用常规动力装置 还是核动力装置 这里我们也不妄加猜测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如今航母的分段基本成型 剩下的便是核拢作业 而随着建造进度的加快 相信这些秘密很快便会被识破 不过作为国家重点的建造项目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保密工作 加强我们的国防信息安全 这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这次航母建造现场为何要挪动 很显然是为加强保密工作的 航母的建造新场地在船厂更深处 四周都有其他建筑物 要想像过去那样 轻易就能拍点画面 卸点消息可就不容易了 不过这一举动 同样也能引起我们的遐想 要知道 这也不是中国第一次造航母了 为何这次要在保密工作上这么重视 这也似乎让网友的众多猜测 更进一步接近现实